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巴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广告海报设计 那么在上节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海报设计中所需的图片元素的一些应用方法 以及它的一些变换形式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主要针对于一张海报里它的一个背景色的一些设置和变换手法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打开photo照吧 在这呢,有老师给大家找的一些海报的图片 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部分呢,不是看这个产品 而是要看它这个产品后面的一些大色块的一些图形,然后图像,以及色彩 那么说到这个产品背景色呢,大概分为这个三类 那么第一类呢,就是以这种风景 构成的其中的这一种比较写实的这一种背景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 放的特别大,放大了一种近距离的一种背景 近似于这个模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纯色或者说它的临近色的一些天充 还有一些变换,然后构成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么每一种背景呢 它都有一定的含义在里面 那么我们先来说第一种就是这种所有背景的一个产生吧 都是跟它这个产品有关的 为了突出它这个产品 那么我们拿这个汽车海报来说,汽车呢 本身属于一个高端产品 产品呢,本身具有这个已经是非常的具有这种欣赏性 比较漂亮的一些图形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做这个背景的时候呢 只有两种选择 那么第一种选择呢 我们可能做一些汽车的一些海报或者说宣传品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它的背景一般就有这种大场景和这种近距离 然后呢,背景呢,是绝对的这个为辅为了突出这个产品 所以呢,它不是会很抢眼 文字呢,也是会选择相对于小的 还有我们上海课讲到的一些系统所具有的字体 那这个字体叫小 然后它呢,就是不会去宣兵夺主 不会去抢你这个产品 主要图书产品的这个风头 另外呢,在这个颜色上的选择呢 也是以这个黑白灰为辅 然后一系列的这个小字 然后来主要的彰显它这个产品 汽车这个产品 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奔驰的这个海报 那么这个效果呢 其实我们倒是在Photoshop里的也可以完成 也不是很复杂 首先呢,你要去找到这个产品图 然后把它抠出来 作为一个投影 做这样的一个投影 然后背景呢 你会去加 会去下载一些烟雾的笔刷 然后雨水这个笔刷呢 也可以下载得到 你可以放置于这个汽车后边的涂层 然后在汽车呢 置于他们这个喷溅的这个水状的这个笔刷的 上面 然后增加这样的一个模特 灯框 墙烟 这个效果呢 也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它的背景 确实就是这个黑白灰 没有太多花色的东西 然后一个简单的logo 放在这 灰色的这样一个logo 它不是纯白的 这个字体不是纯白的 它是灰色的 所有的目的呢 都是为了彰显这个汽车 的一种尊贵 那么像这个呢 也是 这个就是说 我有一个拉近距离的一种感觉 要么你做这种气势磅礴的大场景 要不然呢 你就做这样的一个逼真的近距离的这种感官 就是在一些产品比较精美的背景选择上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和它类似的 可能像珠宝的产品也是 珠宝首饰的产品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要不然呢 你就是会背景很虚化去虚化它 用到这个高丝模糊 一会我们做一下 简单的 要不然呢 你就用这样的一些花朵 然后去衬托它 和它选择的这个花朵的颜色呢 会选择你这个产品 本身的一些颜色 或者它的一些临近色 然后呢 进行一个处理 特殊的处理 那么我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呢 也是让你这个产品呢 更加的突出 然后如果你这样的话 有文字注视的话 然后如果是白色的文字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非常的强烟 当然它不可能叫这么low的名字 它肯定是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这样的一个背景设置的一些原因 也是更好的突出这个产品 还是那句老话 这个设计来了时候呢 你要首先跟你这个甲方去进行一个沟通 然后看它是想着重突出的是什么 如果是产品 以产品为主呢 那么你肯定像文字呀 然后你的这个配图呀 以及你这个背景色的选择呀 那么都要围绕着这个你的产品去进行一个设计 想突出谁呢 你就把它简单一点 把它放大 然后放到前面彰显出来 它们都是有一个层级的关系嘛 等一下我们看这个促销类的这些背景做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 这就是有一些花朵 然后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压暗的处理 当然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建这个蒙版 建立蒙版的 然后可以用到这个蒙版去对它进行一个处理 对它进行一个压暗的处理 然后你可以也可以用到这个加深减淡工具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图画 然后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弯掉它 然后来说一下这个 嗯 在这块的时候 你图层如果你比较多的时候呢 你这样的鼠标点起来很麻烦 你就可以用到一个快捷键 然后Ctrl加Table键 它是在这些你所打开的文档里呢 来回的去切换 然后切到我们想要的这个 这是属于这个产品背景色的第二种 一般呢它是做一些促销 或者说是一些推广型的一些海报 然后它所用到这样的一些颜色 那么用到颜色的同时呢 我们也会注意这个字体 有一些这个字体 它是放到这个产品的后面的 因为它相对来说呢 它占的这个比例 在你这个海报里的占的比例呢 会比较大 然后呢 你又不能太抢了这个你产品的这个风头 那么它会置于这个产品的后方 会有这样的一个层次感进来 这是促销类海报的一个特点 如果说你这个排1234的话 一个层级的话 那这个人物呢 产品呢 是排到第一位的 其次呢 它是排到一个第二位 然后需要注意的一个形目提示人的地方呢 关注的地方呢 可能在这个用其他的一些色块 然后去突出一下 像这样的一些色块去突出这样的一个文字 以上方的这一个文字 用一些色块固定的一些色块 然后几何图形去突出它们 这是第二类文字占比比较大的时候 它在这个背景的选择上呢 也会提取产品本身的一个颜色 然后去对它进行一个天充 然后像这个产品的时候呢 海报的时候 我会发现它的一些背景的变换 是根据它这个产品有关系的一张海报 比较轻松 然后展现比较轻松 比较阳光比较健康的一种饮食习惯 也是做了这个图片上面的一些虚化 然后加了一些插画的一些元素 一些线条 一些线稿 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在这个需要让你特别注重的地方呢 我会放到这个一个几何图形里面 签到这里 而且几何图形签成的颜色呢 是吸取了你这个咖啡杯上的这一个颜色 然后这样的海报呢 它就是为了突出背景呢 是为了配合上面的这个主题 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呢 层级关系这个是这个字体 然后其次呢 是上面的这个鲸鱼 再往后看呢 一层层的往后看呢 看上去就是这个亡羊大海 它是这样的一种层级的关系 这样看起来呢 你的画面整形呢 就比较和谐 如果你天中一个很怪异的颜色 绿色 或者说是和这个海洋不相关的一些颜色 那么就是有市场里 我们看上去会很怪异 这个是你的背景色的一个选择 是为了突出什么 配合一个什么 然后你要去对它进行一个合理的选择 那么密室逃脱这个呢 它是在这个背景后面呢 做了一个特效 然后这个特效呢 也比较简单 在这个滤镜的下面 有这个风格化 风格化有个扭曲 有一个水波或者是旋转扭曲 再或者是这个极坐标 然后呢 你都可以打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像漩涡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绿色呢 本身它就是具有这种大面积的绿色呢 会有这样的一个紧张感 加上这样的漩涡呢 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更彰显了这个你的一个紧张感 然后更好能够突出它的这一个主题 总结来说呢 就是颜色产品的背景色呢 它是要配合你的产品而产生的 当你想把你的产品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呢 那么你就要相对应的去削弱你的背景色 以及它的一些辅助的文字和图形 那么当你想做这个 突出你这个字体 或者说你这个主题的时候呢 那么你就要适当的 加强你的这个背景色和你主题的一个配合度 并不是一味的去削弱它 这是我们这首课所要讲的 下点课呢 我们开始做一款这个主题海报 那么主题呢 我们不再是自己去给自己设定 那样的话 你很容易就是 不知道你自己要去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陷入一个瓶颈 我们呢直接的去一些网站 去找一些这个设计要求 然后根据他们的要求 根据他们的主题呢 给他们设计一款海报 然后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